这个东西叫做可编电阻 有人把它叫做电位剂 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它的形式比较常见的有这种旋转型的 旋转型的顾名思义 就是用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去做旋转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电压变化 另外一种叫做直推的电位剂 直推电位剂 旋转型的比较容易在家里的音响可以看得到 直推的 如果你有去看过人家控制舞台里面控制音响 控制 灯光 舞台的音响灯光的那种控制器上面就是直推的 就是直直的往上推或往下拉 这种都叫做 电位剂 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接脚的部分 它一样都有三只脚 不同厂商做的标示不太一样 VCC 跟 GND 这两只接脚就是提供模组供电 所以你只要把这两个接脚接到 Arduino 的 V 跟 G 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 IN 或 OUT 或者是这个 S 这个就是传输讯号的部分 所以当你左转或右转的时候 电压上面的里面的电压会产生变化 这个电压讯号就会经由这个 S 这个接脚传到 Arduino 的板子上 那一样是 GVS 的部分 中红 橘 因为它是一个类比输入 所以我们的类比输入会接到扩充板 Arduino 扩充板的下面这一排 Analog 的接脚上面 那我们的示范的这一个内容是接在 A0 D0 之脚就是第一之脚 在电脑里面最刚开始的地方是 0 是 0 所以我们把它接在 A0 同学你可以任选 任选 只是你的软体操作上面 你的程式积木要搭配就好 软硬体的脚位要搭配 可变电阻的部分 我们一样程式的部分一样是用 Transformer 来做说明 首先因为它是类比的输入 所以我们必须先启用 类比的接脚 我们刚刚接在 A0 所以就是选 A0 然后输入 它是一个输入的模组 讯号会进到 Arduino 里面 所以我们叫做输入的模组 启用之后我们一样想要看到它的数值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积木叫做 读取类比角位 A0 的数值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积木来读取 一样因为这边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的值 所以我们使用小猫的外观的梭 把它塞进去 通常读资料 这速度其实不需要到很快 所以我们0.2 秒让它看一下变化 或者0.1 秒看一下变化就好 这个动作要一直不断的重复 所以我们把它接起来加上一个点预期 层次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 当我们A型之后 我们来旋转一下可变电阻 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数字 当我往左边转的时候 它会 数字会变小到0 我往右边转你会发现到它的数字越来越大 规律的越来越大 那我转到底的时候 它可能会到1023 最大值是1023 往左边转最小到0 往右边转最大到1023 那会观察到这一个规律 观察到这个规律 那这个就是它的类比输入的范围 那为什么是0到1023 因为我们的Arduino板子里面的转换器 它的转换晶片 它是把0到5伏特 它是10位元的晶片 那所以2的十字方等于1024 那电脑都是从0开始算 所以就是0到1023 1024种 那所以这个数值会从0到1023 那有时候你去买的模组 不一定会左转变小右转变大 有时候可能是相反的 那这个牵涉到那个模组设计的部分 那这倒是没有关系 那你只要观察到规律 抓到那个规律就可以了